當代水蜜的起源在哪裡 其實是在我角度而言 其實是在香港 其實上有些人說我是水蜜法家 我也覺得有點慚愧 我根本就是沒有水蜜味道的 他們很多流氏是不爆出來的 不爆出來的 就是不要阻人發財人 沒有秘密的 你不說也不行 你只多說少一點 我們都不爭辯 什麼叫紳士味 其實是沒有味的 大家好 第十五屆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 將會在接下來的五月三十日舉行 到時就會見到很多很出色的藝術家 今天我們找到兩位好朋友 上來跟我們談談視覺藝術 分別在我身邊的 是有現代水蜜畫家徐梓雄老師 另外還有藝術博覽會的創辦人 及總監黑國強Andy 兩位好 今天很開心 我們在後面談了很多事情 現在可以繼續暢所欲言 兩位在這裡 我也很想問一個問題 其實視覺藝術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開宗明義說這件事 可以看到藝術 就是藝術的人說到高深 人做出來的就是藝術 就是這樣 可以說到很長遠 有幾萬年前的洞窟迫畫 其實 現在看回我們叫藝術 但當年沒有藝術這個 term 甚至連文字都沒有 但是人的進化已經開始有這個需要 他說他需要去做一些創作 留下一些紀錄 他在洞穴做這些創作 很明顯是希望後世會有人看到 當然也可能包括一些和當時的社會 我沒有經濟 那時候 就是文化生活的留下一些足跡 沒有說三幾句說話 就能說到視覺藝術是什麼 徐老師就說得對 你眼睛看到 因為人的五感 其實你第一樣就是 你嬰兒出生 第一樣就是視覺 很簡單 當然這個題目可以說十年都說不完 但基本上就是你眼睛看到 你欣賞喜歡喜歡的一些充滿美感的東西 就是視覺藝術一個簡單的代表 容許我問一句 其實不是限於一個畫框 一幅畫框裡面的繪畫 相片 其實任何人做出來的東西 文字上就說思想紀錄感情的表現 實際上當時創作的人 有沒有這樣的動機都很大 這樣做就算了些事情 譬如去敦煌 我去錄詞 但見過一件事 很少記錄了那一幅紀功 是誰寫的 沒有 反而是大師級去模仿 他們又說了很多東西 實際上視覺藝術是什麼 說得來講就是人做出來的東西 文字上說 有表達個人的思想感情 至於剛才你所說的 他們是否真的希望留下給別人 沒有人知道 講當代藝術 視覺藝術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像我這樣有博覽會 其實大家都是看展品 不單只是畫的 可能是雕塑 諸如此類 但是在學術上會有些研究 甚至乎爭論 就叫做譬如徐老師熟悉的水墨的發展 當代水墨的起源在哪裡 其實在我角度而言 其實是在香港的 呂壽坤老師 由一個相對傳統的畫風 跳到他所創立的禪畫 這個對 不要說對中國當代水墨的理論有衝擊 甚至會連西方的 對怎樣看待我們中國的水墨 都有一種衝擊 藝術的起源最重要有幾個元素 個性 地位性 時代性 他就推 至少有些人說我是水墨畫家 我也覺得有點慚愧 我根本就是沒有水墨味道 因為我做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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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幾何抽象 因為 剛才你提到 你也有教過很多學生 這麼多年 其實你教學生去 視角藝術好 畫畫好 其實你是最想教他們 一件事 教他們想法 教他們扔下一些東西 視角藝術學院 我教了十年 因為年紀大 我百多歲 可能都要失業了 但是呢 有時候我都會問 究竟大學的課程 和我們外面設計的課程 它是很簡單的 首先提高 對藝術的興趣 對 提高藝術的興趣 那不知道呢 我們就說 最後是你選擇 那我們什麼呢 就是 學生 學員 認識 什麼視角元素 是 visual element 是 繪畫元素 技術 然後看別人的東西 所以藝術欣賞 是很複雜的問題 很闊的一件事 很深入 但是藝術欣賞 有一件事的問題出現 一般人來說 不知道 我都沒有聽過 很平凡的眼睛 什麼都說好的 某種靈 工作靈 都不談 不談那些問題 那些是聽覺藝術的一掌 聽人說而已 對 又不是音樂 但也是屬於聽覺藝術 聽人說而已 你看到的東西就怪的 你會放棄一些東西 也會選擇一些東西 如果你能夠給更多認識的東西 選擇 可能我們說 黑餅味工一點 對 所以我們都不爭 什麼叫真是美 技術是沒有美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 大師級說 有很多藝術 不是說 不是追求美 美的東西 在不同階層 不同層次 以前中國人通常說過美 西方不說的東西 對 完全不理會 只不過你對於藝術認識 你喜歡什麼是你自己的選擇 我懂得欣賞畫 我就不懂得畫畫 但是 我們可能在生活上 做不同的事情 其實有相同效 譬如 現在有一個叫放空 其實放空 看看你在什麼場所放空 不是代表你什麼都不想 其實你放空的時候 是在想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想放空 其實不是不想 你做美術的時候 其實你那一刻 不論你用什麼媒介 因為現在視角藝術 有很多媒介 不只是紙和筆 現在在說 藝術科技 都是一個媒介 其實 無論你的手 是在做什麼 你都在想一件事 你要做好作品 就是這麼簡單 我想對大部分人來說 理解 這樣是非常足夠的 是 他去擴畫展 他都是做一件事 他去看畫 他去看一些 我舉例 例如去日本旅遊 看這些博物館 或者一種叫 Team Lab 大家都知道了 哇 哇 拿著咖啡杯 會有東西 燈光效果 那些都是藝術 試過藝術的一種 你是一種愉悅 一種享受 你集中精神去享受 不累的 其實是一種 老套的說 叫洗敵心靈 真是 明白 那我想問多一點 Andy 其實你會做很多藝術的博覽會 剛才有一個位置 我很有共鳴 就是進去博覽會好 或者去一些博物館好 去看畫 去看展品 其實有時候去到外地 可能要帶一些耳機去解讀 其實個人很忙 盜想 那些叫做 對 但是你提到放空的字 其實都挺開竅的 令到我 但是你一直搞這類的推廣 其實你這幾年的發展是怎樣 如果說市場 當然在香港是 因為幾十年來都這樣說 甚至開埠的事情 就是中西股金交融的一個地方 我們說市場就是這樣說 可能由東向西 或者由西向東 現在簡直是 可能兩三年 就是一個階段不同 就是香港人其實都最強 我想 比如你開演唱會 都要 那兩次要執生 是的 那怎樣執生 就是利用 比如現在說的 以前就是 紙媒為主 現在我們 通通都轉為閃相 要不然我們都不用拍攝拍攝 對 數碼化 以不同的平台播放 就沒有一個集中的渠道 你可以很多地方去接收這些資訊 但是最終的正確資訊就是 你去到這些博物館 或者藝部的現場 當面對話 最正宗的 最直接的一種資訊 因為現在有一種叫打卡文化 是 藝術品是很適合做這件事 在它前面 在它前面 或者加幾句 幾個Tag 或者某些藝術家 收藏家 甚至乎我叫用家 要打卡的一些 其實它都需要一種認同性 現在叫存在感 這種存在感 這種存在感 就由 從實物貼地到雲端 根本就是多向交流 現在的現象就是這樣 所以 我保持自己的年青 盡量 要站在前端 要接觸一些最新的東西 當然 一種傳承的 叫接受這種知識 好像徐老師 也很前輩 傳承下來的東西 你自己怎樣去應對 消化接受 你自己去演繹 就要動腦筋 就是徐老師所說的 傳承的問題就是 是不是人類的腦筋 框了自己 這個字框了 那我就… 為何那樣是框了自己 Huritage 是Huritage 給了你 要包裝得好好的 實際上畫廊和博物館 最重要是做一件事 John and call 放好一些東西 拿出來給你看 但是後來博物館就說 不是要教育群眾 怎樣看東西 那一樣東西就是… 現在很多藝術家 跟著以前人的路 就用一些很漂亮的文字出來 不如說到今天 我也會問一個問題 還有沒有collector 還有沒有collector 有沒有 留給Museum 但是collector的東西 是滿足自己的 collector是一種擁有的滿足 擁有的滿足 但是… Andy也不喜歡 承認collector 是不是 其實是collector 不是不喜歡 collector是一個… 謙虛 謙虛 你當我謙虛 因為我確實 受這樣的家庭分圖 我爸爸不是收藏家 其實他是行家 就是從事這種生意 藝術品交易 我也認同實際些去看這件事 collector 我想是因為資訊發達 媒體發達的年代 更大程度地用的一個terms 現在就更麻煩 有一種叫investor 真是很難分到他們的角色 在我眼中的collector 應該都是長輩們 像徐老師那些年代 譬如20世紀之前 未有這麼透明化的資訊 都是很多 譬如說三五知己 坐在一起 敏球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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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共同興趣 去建立的一些團體 或者組織 以交流為主 你真的不會想過 是怎樣 我十年之後 要加多少個零 那些就不會 這些就叫collector 不過有一件事 因為我年輕人認識前輩 他們很有厚度 行內人就不說行內人的事 我是半個報紙佬 我要賺高費 他們很多news是不爆出來的 不爆出來的 即是不要阻人發財 有一句話 局勢明說 不要阻人發財 即是你知出來沒有人的 即是你們行家知道有些東西 價錢 是否可以 現在沒有辦法 逼著透明化 是的 即是因為科技發達了 沒有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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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說也不行 你只多說少一點 好像在寶物館的收藏 你會很小心 如果你收藏到假的東西 即是說 Curator沒有資料 但實際上很多真事 就好像是假的東西很真 在這個時候 你說到真假 我很想問Andy 在你這麼多年的經驗 遇過一定有這些情況 即是辨別真與假 你有沒有分享 其實這個叫經驗 人生經驗是一種 即是就算我跟我爸爸 學做一些生意 他有一些知識 好像徐老師 前輩傳授了給我 都要我自己去消化 都要我自己出去面對 那我自己 真金白銀損失的經驗 都不少 這些以前叫交學費 那太 怎麼說 血肉淋來了 就迫著要記得很實 這些東西 就下次就不可以掉以輕心 那這種經驗其實很珍貴 但是現在的所謂藝術界 或者藝術市場 因為資訊透明得很重要 從單純一個藝術品 或者股東買賣 轉到進去 譬如我創辦博覽會 一個目的就是 有一個交流的平台 那既然 雲端的資料都這麼透明化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困在自己的機器裏面 就讓人們跳出來做這件事 做博覽會 做博覽會 做博覽會最開心的是什麼 或者最有成功感的是什麼 很想問你的問題 我說回這兩年 這兩年最成功開心的是 學會了什麼叫危機管理 按住自己的情緒 又來?又有死? 其實古董行其實在全世界來說 純粹古物的這種藝術品 其實是在收縮的 因為就是一個全盛問題 香港最厲害最厲害都是三四代人 可能去到譬如大家回香港去日本 就可能見到十幾代的將人 你看到一個 因為香港的社會本質都是變化快的一個地方 很難做到我們口中所說的傳承 有三代已經很厲害 慢慢更新一代就說 將那個attention去了當代藝術 你再追溯的可能 都是上個世紀 徐老師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那種叫做根源 就在香港立足再繁現出來 香港做這件事都挺開心的 因為你接觸的東西 真的是 首先那句 古今中外 東西交流 由以前揹著舊錢去做這件事 到現在不用揹著舊錢 手機 你揹著一揹就 搞定了 就是這樣 意思是送它下來? 方便 現在太多channel 可以令到你容易得到這些訊息 作品 當然 看你自己做法 你會不會成為一個我們眼中的收藏家 以後才知道 因為整個過程最滿足的是 解決難題 譬如做拆展就是說 短短期日要做很多事 朝後晚策 你怎樣擺好 一百個Gallery 個個都有要求 對藝術有要求 燈光又怎樣 諸如此類 這種就反映到香港人的精神 就是執生 應變能力超強 我最開心就是可以成為這種 社群的動力 所以我來說 那是 剛才你剛剛說的 我想查一下 就是 書畫的真假 是 因為我很有趣 很多場合 都有機會聽聽別人的說 實際上 只好熟悉 問一些導演者 那件事有甚麼 有一次很少 當然可能有些行家 你會知道 這件事拿出來 大家喝茶去聊一聊 就聘請一些創作者來 創作者的陸屬朋友來 他們說的東西是甚麼呢 這張作品的主題是很少見的 很可愛,就走了 做了一次 語言的技巧 是,技巧 有時就問毛叔和黃蒙田的前輩 那張作品是甚麼呢 說真話,就去廁所的時候 就說了一句話 問題來了 是否知道他們知道的呢 知道他們又不說 全規則 有個行家,不要說他的名字 通常有些行家說 我有20萬,買一張小小的東西 可以不可以 找Andy,找行家 我賺4萬 這張東西我放出來 實際上很複雜 很複雜的一個過程和群體 他不會說 那些前輩不會訓練年輕的 如果他就開一個課程出來 我會被人打死 你會拒絕的前輩是嗎 當然 可以這樣說 我們叫做Expertise 即是專家 Expertise 可以予自己 是的 人生訓練的一種 你說話的技巧 公關技巧 溝通技巧 所以這個所謂的系統問題 在由現在打後的100年 因為現在的當代藝術 100年之後都是古董 這樣就會解決 好可惜我們大家都見不到 這種狀態 是的 是的 今天也很感謝大家 尤其是藝術說到很多關於我們 認識了行家的概念 我最開心的是這件事 是的 多謝 多謝兩位 多謝六號 再說一次 5月30號就是我們第十五屆 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的重大日子 希望大家到時多多支持 再次感謝兩位 跟我們聊天 謝謝 我們的電視 我們在談一下 我們今天才是春來的 聊天 在不同 stamina ! 我們在談一下 我們在談一下 我們接著